楼显影眉稍微动,惊讶地看向墨景号,很快又撇嘴移开视线。 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,你能告诉我,庄心柔的事,你会如何处理吗? 公宴开始之前,他们已经弹劾了,他觉得可以维持现状,可既然他要调解问题的根本,那他也奉陪到底。 不如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 他揉了揉眉心,他们的问题始终都围绕在庄心柔和义军迁之间,绕来绕去谁都走不出来。 轩影,我对庄心柔真的没有男女之情。 哼,他冷哼一声,起身就要离开,这又不是他单方面保证就可以的, 他要他放心,怎么就不放心他和义军迁独处。 他刚站起来,整个人又被他扯了回去,还直接跌进了他怀里,被他牢牢禁锢住。 你…… 轩影,难道因为庄心柔和义军迁的存在,我们就要永远这样耗着吗? 白一白搓脱了岁月。 无眠的一晚,楼玄影翻来覆去睡不着,天刚蒙蒙亮,他就爬坐起来。 冬日的清早很燥冷,他包裹得很严实,还是被冻得发抖,于是随手添了炭火,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贵妃踏推到窗边,还把被子抱过来。 他从头到脚都裹进被子里,趴在窗台上,看着窗外的景色,就这样,天色越来越亮,他依然毫无困意。 昨晚墨景浩的话一直回荡在他脑海里。 先有,难道因为庄星柔和义军倩的存在,我们就要永远这样耗着,白白搓脱了岁月? 太子妃只为你不要,那就让他永远空缺。 如果你要耗,我会堵上这辈子,未来的江山社稷跟你耗。 唉,他长叹口气,手从被子里摸上自己的唇, 轻轻一碰就疼得紧。 墨景浩太狠了,明明闹别扭的是他才对,可他留下那些话,惩罚性地吻在他嘴上。 吻就吻了,竟然还狠狠地咬了他一口,咬完,人也走了,就把这空荡的屋子留给了他。 哼,哼,他哼了两声,干脆把整个脑袋都埋进被窝里,堵上未来的江山社稷跟他好,墨景浩这是在逼他。 扣机窗台的声音近在耳边响起,他疏得从被窝里探头,看清来人时掩饰不住的失望,很快又趴了回去。 黄府尘摇头失笑,哼,以为是景浩,你们都互诉中常了,还闹成这样,又是何必? 切,等你把自己和五公主的事搞定之后,再来对我说大道理,而且,什么互诉中常,这么肉麻兮兮的词,听着就受不了。 他朝黄府尘翻了个白眼,别趴着了,是朋友就出来陪我喝酒。 黄府尘说着,将手里拎着的一坛酒,不轻不重地拍在窗台上。 喝酒? 楼旋影放眼望了望四周,看着这天色,猛翻了个白眼。 一大清早你想买醉,现在喝酒是喝? 废话哪那么多,出来。 黄府尘说完,又将酒拎了起来,转身就朝庭院的石桌走去。 他盯着黄府尘的背影看了半晌,将他的落寞尽收眼底,最终站了起来,将被子一掀,跳下贵妃椅,把长辈的点心端着,就跑出了屋子。 他传话了宫女将早膳送过来后,才在黄府尘对面坐下,见他端起碗就要喝,他抬手就按住了。 这样伤脾胃,等用了早膳再喝,说吧,你烦恼什么? 他将盘子割下,拿了小块酥膏就往嘴里扔,询问对面满脸愁容的黄府尘。 黄府尘抬头看他,许久之后终于出声。 他不喜欢我。 他一个没忍住,直接喷笑出声,戏学道,你这样不对劲儿啊,真当我昨晚说的全是真的,我拿你寻开心的。 你说他亲口告诉你。 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,你把我跟墨景浩的事看得那么准,到了你跟五公主那儿就怂了,去追问去啊。 有用吗?他一看到我,就没好脸色。 谁让你每次跟他见面都和他吵,也不懂让让姑娘家,吵习惯了呗。 楼玄影鄙夷地看他,果然男女恋爱不是什么好东西,向来自命风流的黄府尘在这里都栽了大跟头。 放心,我跟你保证,以我旁观者的角度来看,五公主对你肯定有感情。 真的? 他的话,让原来心情低落的黄府尘瞬间雀跃起来,不敢置信地瞪大眼,急迫地想从他那儿得到更多讯息。 我又不是他,那只是我的看法,事实究竟如何,你得自己去弄明白。 他的保证能有什么用? 这时,宫女将早膳送了过来,摆在了她们的桌上,是炖汤和燕窝粥,还有各式精致的小吃。 香味四溢,楼玄影肚子早饿了,鼻尖轻动,嗅了嗅,而后咬了一勺粥,送进嘴里。 还没尝到粥的滋味,却先吃疼地叫了起来,粥烫到了她被咬破的嘴唇,疼。 黄府尘去了她一眼,见她紧皱眉头,拿手绢捂在唇上,表情显得十分哀怨,打趣道。 怎么回事儿,自己咬的,还是别人咬的? 哼,她冷哼一声,肚子虽然咕咕叫,可她却只能瞪着桌上的早膳发呆,几乎都是热烫流食,她怎么吃? 纵使她没回答,她也猜到了答案,有些幸灾乐祸,更是当着她的面,大口大口地吃着自己那份早膳。 她扁嘴,咬了粥,直到吹凉才喝下,这大冷天的,都怪墨井浩那家伙,她只能吃冷食。 黄府尘用完膳,发现她才吃完小半碗,她悠哉地喝着酒,看着对面仍然与热粥奋战的楼玄影,好奇地追问。 楼玄影,通过昨晚一试,我算是明白了你牙字必报的性子,西非因陷害了你而落得如此下场。 可比起她,庄心柔对你做的事远比她过分,你之所以没对她下狠手,是因为警号吧? 庄心柔? 哼,她的手顿了下,而后嘲弄一笑,眼神中也蓄了冷意,一字一句地说出让黄府沉惊恶的话。 没错,确实是顾虑了墨井浩,如果不是因为她,庄心柔早就尸骨无存了。 如果不是因为墨井浩,她当初根本不会拼死从黑衣人手中救下庄心柔,那样她早就相消欲远了。